蔡總統 如果你無線電站 我要求你 你現在就下台了 你想的是選舉 一開始要打高鴻安論文抄襲 今天改什麼 改打說高鴻安上台大 是因為他有補薪 他整個側翼是 世新鋒的狀態 我不曉得為什麼大家 對側翼這麼有興趣 哪一個黨沒有側翼 哪一個黨沒有網軍 我舉焦糖當例子 因為焦糖是陳時中的幹部之一 我想巧心很清楚 但是這個之前陳時中 在媒體訪問的時候講的話 如果我是焦糖 我會很難過 陳時中是說 我們開高階的會議沒有焦糖 那表示焦糖是在決策圈之外 可能一些比較那種 不重要的會議也許會有你 但是真正要拍板決定 重要的大的會議 是不會有焦糖的 那我請問大家 那陳時中開這種會 會有做預扣嗎 會有四叉貓嗎 沒有人都沒有 他們根本就進不去 那像四叉貓跟周一科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他們都跟我一樣 都有開工作室 開公司 我們的營業稅是5% 我用這5%跟你當例子就說 他們要的都是就是5% 什麼意思 我就是要最綠 最極端 最基本交易派 我只要這5%就好了 為什麼 我只要這5%的人看我的節目 點我的網頁 我就活下來 我不用50% 我5%就好了 我就是要這5% 所以我不會去監督四叉貓跟周一科 我跟他計較什麼 他有什麼好計較的 他們就是要個生存生活而已 這不是在博聲量嗎 四叉貓為了去調高鴻安的碩士論文 花200塊 我寧願拿200塊去買烤鴨 我也不會去看 你看他的碩士論文幹什麼 人家在炒博士論文 你在看碩士論文 你是什麼毛病 他就是要流量 那我覺得 我監督的是誰 我監督的是 當然是最有權力的人 你地震的時候你在幹什麼 你這個時間點非常的清楚 我剛才有台算錯 是5個多小時 5個多小時你在幹什麼 你人怎麼不見了 我得給大家看 之前馬總統在這個中央在應變中間的時候 請觀眾朋友看這邊 馬總統的對面是一排的 這個大的電視牆 然後這一張是更清楚 馬總統在最中間 旁邊是所有的 這個災害警戒區的所有的縣市長 他們是上框的 他們是連線的 蔡總統你當了六年多的總統 你不知道嗎 這就要上線的 蔡總統你以前 你看這個螢幕上蔡總統 蔡總統你也去過指揮中心 你又不是第一天當總統 當你五個多小時之後 你回到了 你終於到了應變中心 我跟你講花蓮台東的消防局 六點就被要求上線 六點 可是蔡總統八點才到 蘇貞昌四點就到了 你八點才來 你在幹什麼 災情這麼嚴重你在幹什麼 你跑去哪 我們誰能監督你 我們現場有立委也有台北市議員 省連監督你 我是媒體人我也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你在忙什麼 你在心在哪裡 當你看到像馬總統這個畫面 你知道災情在花蓮台東的時候 當蔡總統你坐在椅子上 你第一個 花蓮縣長呢 台東縣長呢 你為什麼連這種基本 你們兩個怎麼沒上線 你當了六年多的總統 蘇貞昌也不知道 徐國務員也不知道 那你們在混什麼 你不覺得奇怪嗎 我們坐在這邊 然後兩個現場都沒上線 然後講完了就走了 你在當什麼總統 我當成監督你 監督周月寇幹什麼 周月寇沒有在選票上面 主持人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蔡總統如果你無心戀戰 我要求你 你現在就下台了 因為你現在滿腦子想說 這個台北陳時中 鄭運鵬在桃園這怎麼辦 你想的是選舉 你跑的是浮選的行程 你也不知道地震會發生 我沒有怪你 但是地震已經發生 禮拜六晚上大家就咬得 心驚逗跳 到禮拜天中午又咬的時候 結果你就像剛剛主持人 你昨天才去花蓮 那我想請問蔡總統 禮拜一跟禮拜二你在幹什麼 禮拜一跟禮拜二 我們花蓮玉里那邊的鄉親 要等兩個小時才有車可以坐 的時候你在幹什麼 你也言言不得起 你有什麼行程 你根本就沒行程 你沒有資格當總統 因為你根本也不想做 你只想說我下台之後 會不會被鞭師 我這個執政權我要交給誰 我要怎麼去扶植我的陳建仁 你想的是這個 好不好 明天立法院就開醫了 我們現場有兩位立委 我也寄望小心趕快進入立法院 其實這個民進黨是沒有人監督的 所以蔡總統無所謂 對不對 我前後勇的 我就不接受媒體的專訪 你們也攔不到我 我又不用去立法院 我們的憲法就莫名其妙 然後你就看他五個小時 我五個小時之後再來 你是怎麼樣 我你全國有誰在在乎 他五個小時再來 沒有人在乎 那花蓮縣長跟台東縣長 總統第三天再來 蔡總統交給我們的SOP什麼 以後有天災三天之後再去 沒有人罵他 蔡英文是個很糟糕的總統 他比 我這個真的是比陳水扁 馬英九李登輝都爛了 他已經無心戀戰 他還有一年多的任期 我只能祈求天佑臺灣 惠仁哥 不是要監督撤役 是問你說你覺得總統 他到底是不想監督撤役 還是他是約束不動撤役 還是其實他根本希望 撤役繼續罵人 撤役不是他管的 你怎麼覺得撤役 藍軍的撤役是朱立倫管的嗎 也不是 他們是一個自走炮 他是自走炮 他們是他們是為 靠這個盈利謀生 周一寇他有開公司 他要養人的 他請那些名嘴幫他寫稿 他要給稿費的 你以為他不用發錢了嗎 周一寇接標案 你問徐曉信就好了 今天請曉信來太好了 通通推給他 周一寇接了多少標案 他是在賺錢 他是一個公司你知道嗎 他不是政黨 你不能用政黨的標準去要 他也不用進立法院 你要把那個東西 邏輯弄清楚 藍軍沒有側意嗎 你真的要有點名嗎 我不要 因為我只領幾千塊而已 我才不要點名 藍軍的側意很多 好 惠文哥的論點就是 側意們都是管不動的 因為他們是要賺錢而已 當然今年2022年 我覺得這個選風非常的倒退 然後是有一種就是失控 這個失速列車的感覺 那民進黨開了很多失智列車 然後上面人很多 有的人想要下車了 還有其他的人不准他下去 這個蔡英文就是一個最好的案例 他為什麼要突然跑去慈濟 然後去見上人呢 就是因為他知道 周遇寇這一群側翼 去打慈濟這件事情 已經對他個人的聲望造成了損害 也對民進黨整體的選情造成損害 可是他雖然去見了上人 雖然去跟他講說 我們很感謝你 但是整個民進黨 他是民進黨的主席喔 蔡英文是不只是中華民國總統 他更是民進黨的主席 民進黨的主席有去要求 約束他底下的政治人物也好 跟他友好的這些媒體人 或是側意也好 請他們不要再講了嘛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在我看來 這就是一個兩面手法 一邊當白臉 我蔡英文我是說 我會跟慈濟這邊會很好 一邊當黑臉 黑臉你們繼續臭 繼續罵 我就問一個問題 如果你們覺得 周玉寇這樣子詆毀慈濟 詆毀上人是不對的 你們能不能夠約束 讓你們的所有黨公職 不再上周玉寇節目 這個很基本的 該做的事情吧 對吧 你讓你的人 包括陳時中 陳時中上了十幾次他的專訪 一大堆人每天往他節目跑 那個節目 我就不講電視台的 他那種廣播直播 沒幾個人看你知道嗎 他收視率不好 可是他的那個什麼 什麼連環報 什麼什麼報報報的 每天一大堆 那個節目直播的 一大堆民進黨的人 趨之都要上 所以蔡英文 如果你認為去講實際 什麼上人下人不難步你 這是一個錯誤 請你要求你的黨公職 從今天開始 不要再去上周玉寇的節目了 否則你們很清楚 你們就是一個半白臉 一個半黑臉嘛 那這種二職的事情 在我們台灣不斷的發生 現在他們為了逃逐的這個選情 因為林志堅一個人 抄襲了兩份論文 學位被取消 然後現在選情造成傷害的時候 他們怎麼想的 不是證明說我多好 是去把別人都抹黑說 他們跟我一樣爛 所以我也沒這麼差 想要用這種方式 就開始打 人格毀滅戰 一開始要打 高宏安論文抄襲 人家馬上拿出證據來 改說你佔學歷 人家道歉了 然後被接受了 今天改什麼 改打說高宏安上台大 是因為他有補習 你算什麼學霸 你知道這句會不會得罪多少的 台灣的年輕人嗎 誰沒補習過 我在台北市南洋街 是我們這一代高中的人 共同的記憶 我們每天下學 放學之後就搭公車 就去南洋街補習嘛 我小學三年級 開始補合家人美語啦 我有罪 我承認我自首 民進黨真的要做到這個 對啊 民進黨要做到這個程度 我小時候還補朱心算 我還補過作文 難道可以因為我小時候補過作文 我現在沒資格寫臉書嗎 許巧思穎 你其實你不會寫臉書 是因為你上過作文班 有需要這樣嗎 聯絡部是自己簽的 還是不是自己簽的 也以後要作為審查嗎 所以民進黨他整個側意 是失封風的狀態 那我覺得一個人講也就算了 四叉貓講就算了 周遇寇跟上 其他的人跟上 就所有的人在這個 失智列車上面一直開 民進黨全體上車 你知道很多人想下車 可是沒人敢下車 為什麼 主席沒有號令嘛 蔡英文沒有要求大家說 你們不要再去周遇寇的節目 你們不要再跟四叉貓混在一起 完全沒有 所以這種想著投機 半白臉 半黑臉這種方式 我覺得在今年2022年的選舉 真的會讓人民的怨氣 沸騰到一個極點 然後爆炸之後 摧毀民進黨 請上這個夢夢水 獨家配方啟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纏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爛能力 還有德國養乾脆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